美国政治新闻网当地时间17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子连斯基当天解除了乌克兰总检察长 伊琳娜·维内迪克托法及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 伊万·巴卡诺夫的职务 据报道 子连斯基在Telegram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称 他对上述二人的管理能力失去信心 据报道 子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称 乌方已对这两个部门的官员展开数百起涉嫌叛国罪案件的调查 他说 这两个部门的60多名雇员目前正与被俄罗斯控制区域的地方机构合作 对抗我们的国家 另据路透社报道 子连斯基称 乌方已针对检察机关和执法机关官员发起了651起涉嫌叛国和通敌的案件调查 报道提及 子连斯基在成为乌克兰总统前是一名喜剧演员 而巴卡诺夫则是他的同年晚伴 由于这样的背景 巴卡诺夫此前被任命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一职 曾受到反对派质疑 报道成 一名与子连斯基亲近的乌克兰高级官员 在6月时曾向该媒体透露 我们对他的工作非常不满意 正在努力摆脱他 我们对他的管理能力不满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